自从本月初大家见识到苏妈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后 7303架构的独特魅力相信不少玩家都为之表示惊叹 即将在10月28日公布的RX6000系列GPU同样是魅力十足 但现在关于这一代显卡有了一些新消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嘛 根据此前的消息称 基于RDNA2架构的RX6000系列显卡 一共包含了Navi21、Navi22和Navi23三种核心 分别对于RX6900、RX6800和RX6700三款显卡 但现在看来除了这三款基本的核心外 还可能会有加强版的核心出现 据外媒Patrick ShortToro 这颗加强版的核心名称暂时定为Navi21XT 也就是和目前5000系列显卡的命名一致 但不排除会有全新的命名方式 另外根据Videocast介绍 这颗核心应该会用在RX6900XT上 但与Navi21不同的是 这颗核心在游戏中的表现非常惊人 据点来说搭载了此核心的RX6900XT 同样会配备16GB及DDR6显存 大块为256bit每秒 TDP功耗为255W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加速频率高达了2.4GHz 相比RTX307显卡的1.7GHz 整整高出了41% 但前者应该为最高峰值 而后者为平均值 但也可以想象 Navi21XT核心的性能确实强劲 从之前AMD公布的数据来看 RX6000系列在4K下运行 屋主GD30和16线的战帧和战帧机器5 帧数均超过了60帧 整体表现非常接近RTX3080 也就是说比6000系列更强的RTX3080系列 其性能应该会与RTX3080相当 甚至是超过 另外PATCHQ12还透露 除了Navi21XT以外 还有可能有Navi21XTX Navi21XL和Navi21XE三款加达型号的变种 但仅仅针对的是显卡容量的公版独占 不会有非公版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RX6000系列显卡将会拥有超过10款以上的信号 翻译过来就是AMD ES 除此就爱为了解决GD26显存 相比于GD26X显存 缓存宽段不够的情况 AMD最近还公布了一项Infinity Cache的秘密武器 它可以通过改变CPU和GPU 在目标总线上的高速互联方式 以达到这样低延迟提高缓存效率的目的 总的来说 就在10月28日AMD正式发布RX6000系列显卡 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 相信有的苏妈在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的强大性能作为铺垫 RX6000系列显卡同样也不会让玩家们失望 至于老黄想用延期发射的RX3070来对抗苏妈 目前看来这个计划估计是要落空了 更何况到时候3070能不能买到 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呢 毕竟老黄和黄牛一样都姓黄嘛 但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双11的临近 相信AMD和NVIDIA 以及各大厂商都在努力备货自家产品 目的当然是为了能在那时候冲一步销量 并争夺大量市场 毕竟电脑的配件并不是一年一换 所以在双11有组装新机想法的你 是选择AMD呢还是NVIDIA呢 欢迎在评论区后带不上留言哦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点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